据美国CNBC电视台报道 知考欧洲的热浪已经转移到格林兰岛 预计仅8月1号一天就有120亿吨冰融化成 融化流入到海里 创下格林兰冰川单日融化的最高记录 根据美国国家冰雪中心的数据 若格林兰岛所有的冰都融化 全球海平面将上升超过6米 科学家认为由于全球变暖不断的加速 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将会超过预期